代表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立法委员侯孟凯 日前在泰山文城广场 举行他和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位在泰山联合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现场涌进超过上千名的支持者 而且还看到了一片旗海飙扬的热络景象 相当的振奋人心 尤其现场民众也高喊着 一定要票投给国民党 支持侯康佩让国会顺利过半 洪文凯三号在泰山文城广场 举行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与立法委员洪文凯 泰山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当天出国民党大咖到场外 在地多位里长 议员宋明宗 陈明毅 蔡淑军等人也都到场立挺 现场涌进超过上千名支持者 一片旗海飘扬 振奋人心 今天这场选顾 总统非常重要 立法委员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让红梦凯 这样的优秀的少年人 去立法委员 同时绝对不能让民进党立法院过半 我有什么主动 我说我来做主理委员 因为我们每次市长要求的 我们每次梦凯要求的 他都做 所以我们这位里长 我们这位社区美党 这传播的社团都抵抗 所以要拜托 我们这位租密结架 是不是 我们要亲家朋友 我们立场要让孟凯 让他继续认为 我们中央和总统 让他共产 总统立委泰山晋总 主委宋明宗表示 在红梦凯立委的协助下 泰山地下停车场 机场捷运 A5A车站等都有成果 国民党北北基讨执政后 推出通勤月票 纳入集结 方便泰山民众搭乘 这么一位认真打拼 为地方争取各项建设的人 恳请相亲 一定要继续支持 不管是多大的事情 多小的事情 你拜托他 他通通把你做到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尽责任 真正努力 为民服务的好的代表 你说是不是 明年1月13号就要选举 我恳请我所有泰山最亲爱 自爱尘爱的好朋友 我的家人们 给洪梦凯力量 帮洪梦凯拉票 帮洪梦凯吹票 明年1月13号 让我们泰山地区 让新北市第一选区 所有的选民都继续吃这碗 又香又甜又好吃的八宝饭好不好 帮洪梦凯表示 现在新泰温仔镇开发 未来会投资超过千亿的预算 让泰山登大廊 他会努力继续为地方争取建设 同时为避免国家迈入两岸危险的困境 一定要票投国民党支持侯康佩 让国会过半 记者虎宇轩泰山采访报导